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哥哥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怎么你的衣服都破了 还有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盈盈 你过来坐好 大哥哥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的伙伴 小盐 我可以摸摸他吗 给你抱抱吧 谢谢大哥哥 他好可爱呀 小盐 小盐 林栋小兄弟准备要去哪里呀 我原本是要去大荒郡的 却没想到被迷雾森林给困住了 大荒郡 想必林栋小兄弟也是冲着大荒古碑去的吧 大荒古碑 一般这个时候去大荒郡的人 都是为了前往大荒古碑探饱和修炼的 探饱和修炼 那大荒古碑到底是什么地方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听说 大荒古碑里面是一座远古宗派的遗迹 里面有着数不清的武学秘籍和宝物啊 难道没有强大的士卒将大荒古碑占为己有 林栋小兄弟有所不知 大荒古碑有着极强的封印 就算是涅槃境的强者 都无法轻易将其撕裂 不过这封印每隔三年便会有一个最弱期 也是取宝的最好时机 算算时间就快到大荒古碑封印减弱的时候了 所以啊 我以为林栋兄弟也是要前往大荒古碑呢 小子 大荒古碑里既然有远古宗派的遗址 那极有可能与祖福有关 多谢将官主告知 如果有机会 我也想去大荒古碑见识一番 林栋兄弟 大荒古碑可是云集了各个宗派的强者前去争夺 你若这身打扮前去啊 可是不太妥大 爹爹 你就给大哥哥一套新衣服吧 茵茵 不要管别人的事 茵茵提醒的没错 爹 茵茵主 这就不用费心了 林栋兄弟说的哪里话 你之前救下音音 我还没有好好谢你呢 一会儿案都好了 我便赠你一套战俘 这 这些东西又跟来了 大家加速 到前方扎营 是 小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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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有林栋兄弟 合身吗 哎哟 不错啊 哇 大哥哥好帅 真是多谢江棺主了 哎 林栋兄弟 莫要与我客气 不要一口一个管主的 叫我江雷就好 啊 那我还是称您为江雷老哥吧 好 好 来 我们喝酒 这是我们大英城的佳酿 林栋兄弟 请 是 爹爹 不要慌张 大家提高警惕 是 不知江老哥 惹上了什么麻烦 唉 我们在森林中 采取灵药之时 误杀了迷雾森林霸主 迷雾暴恶王的幼崽 这一图 一直被他派出的妖兽追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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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子 你是帮我 看来今晚是躲不过了 兄弟们 随我一起挡住这帮要兽 是 关注 爹爹 音音也要一起 等你长大 再和爹爹并肩作战 林栋小兄弟 音音就麻烦你照看一下 江老哥 放心 大家上 上 林栋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大哥哥 爹爹和姐姐他们会不会有事 林音放心 不会有事的 上 他就会不会有事的 那我去吧 林栋小兄弟 我去哪里 你会不会有事的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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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集中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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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你這 管救我 雌兒小心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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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和你拼了 好 大哥哥 你们快走 这两只可都是造星镜的幺兽 小老哥受伤了 大家先走 爹爹 冰冻兄弟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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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只用拳头去把宝王给打开了 好 好 金台阵魔掌 天灵击法 鱼灵击 厉害 林栋兄弟 此次你与我英智武馆的安情 定当相报 举手之劳二姨 谢 谢谢 哇 大哥哥真是太厉害了 多亏了林栋小兄弟 没了迷雾报恶王的麻烦 这下我们便可顺利走出 迷雾森林了 哈哈哈哈